請六位被提名人 各位被提名人 有很多是以前學界的前輩或是朋友 不好意思喔 因為時間有限 所以一次請六位上來 請六位不要見怪 第一個問題喔 我相信2013年 2012到2013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 應該都聽過 在那波運動裡面 針對反媒體壟斷專法 民間團體學者專家 提出了民間版的反媒體壟斷專法 那其中有幾個重要的訴求 第一個針對新聞媒體設立明確紅線 第二個公共利益納入審查標準 第三個確立媒體分離原則 第四個公平上下架機制的建立 第五個公益訴訟條款 第六個民文保護新聞專業自主 也就是編輯式公約的問題 那贊成反媒體壟斷法 這六大立法訴求的被提名人 是不是可以舉手讓我知道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 六位都贊成嘛 好 謝謝 謝謝 那個除了 翁委員跟何吉森委員之外 其他四位先請回 那我先請教一下翁委員 謝謝 2013年1月10號 當反媒體壟斷運動在廣電三法 提出這幾個立法訴求的時候 你是不是代表那個時候的NCC 緊急召開記者會 延遲的批判 認為這是一個草率的立法 包委員 那時候我是通傳會的代理發言人 那委員會的決議 那我是代理發言人的角色 因為那個委員會的決定是這樣子 我就只能依照這樣子來做 好 那你個人 認為在2013年1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廣電三法修正案 跟反媒體壟斷有關係的條文 沒有過 你覺得是好事還是覺得遺憾 因為那個時候朝野 都已經跟全國的民眾承諾 都支持反媒體壟斷的理念 結果NCC那時候跑出來說要用專法 結果搞到2013年 拖拖拉拉到3、4月才提出來 最後胎死腹中 那個時候醫院攔下來沒有過 你覺得是好事 還是覺得遺憾 我想 是不是要立專法 這個我想說另外來談 但是就是說廣電三法 假使這樣子的話 我是贊成讓它能走 所以那個時候你在開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你也很無奈嘛 因為那個是機關的意見 不是你個人的意見對不對 其實我那時候我就跟委員報告 我那時候是那個會裡面的代理發言人 委員會的決議 七位委員的決議我要遵守 好 沒有關係 那接下來請那個 何 何其生 貝提米人 你好 你好 我看了你的那個著作目錄 對不起我看不太懂 論文 我跟蔡明成老師在比較早之前 還沒有到NCC還沒有成立之前 我們就曾經有研究過寬頻 未來網路寬頻以後的研究 那後來的那一篇研究 是我的博士論文寫的 沒有啦 我現在很具體的 你的博士論文 我現在可以跟你講 我整本念完了 三四百頁 我整本都看完了 現在我只很具體的問你 這篇論文到底是你寫的 還是蔡明成寫的 我跟蔡老師都有參與研究 現在這篇論文 今天有沒有帶來 我的論文可以 我事後再提供給委員 所以這些著作目錄上面 我現在先請教你一個事情 你說這是一篇論文 如果是你跟蔡明成合著的 你為什麼不飆出來 你在其他的地方有寫 寫說與誰誰誰 何寫與誰誰誰 所以這篇文章 到底是你寫的 還是蔡明成寫的 因為我們是那個時候 有接受委託研究 所以那個時候 我以學校的那個 所以我問你到底是誰寫的 是你們兩個合著的嗎 對 如果是合著的 你為什麼不標示 可能這一邊有輸入 我們在補償 來請秘書長上來 請陳秘書長 但是我以你的時間到了 我盡快啦 因為這個事情要弄清楚 上一屆 NCC委員提名的時候 已經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這屆在發生我很遺憾 你覺得被提名人送這樣子的資料來 符合規範嗎 我想如果是合著的應該要註明 除了這一篇以外還有沒有別的 來請何貝提名人 這裡面沒有清楚的標示 是你跟人家合著的還有沒有別的 應該沒有 應該沒有 因為我 應該沒有 對 好 因應公平競爭環境的資訊產業 一樣 台灣有限寬品2002年 人家賽的是誰 蔡明成 你剛剛跟我說沒有 對 有限電視的發展與展望 你也沒有寫別的 人家賽的是誰 陳清禾 成立財團法的原住民的可行性評估 人家賽的是誰 陳清禾 你剛剛敢跟我說沒有 光光齁 這一個註作目錄裡 對 你跟人家合著的 你全部都沒有標出來 我現在要求交通委員會 請被提名人 如果其他的委員 今天的質詢時間非常短 那這樣子的審查密度 我相信台灣社會很難接受 不過 因為我們時間可能有點趕沒有關係 但是我現在 先要 就拜託交通委員會的 要求被提名人 送更正的資料來 送更正的資料來 如果有出現這樣的狀況 你今天送到立法院來的資料 全部重新回去看一次 那第二個 其他的被提名人 今天剛好也有機會 在院會 再回去Review一下 你們送到立法院來的東西 是不是有問題 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院會行使 同意權投票之前 提出更正版來 OK 好 相關的論文 因為都是這個協會 在贊助的研究 我到現在 我都找不到 所以請被提名人 把你的著作 更正表 連同著作實際的內容 一併提出來 好 就 黃委員所提出的